据华盛顿邮报报道 拜登政府计划购买五一剂辉瑞疫苗 捐赠给国际社会 预计拜登将于本周晚些时候 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时做出正式的宣布 另据美联社报道 这其中两亿剂将于今年年内分配 可给一亿人口提供完全免疫 另外三亿剂则将在明年上半年进行分配 这些疫苗将通过世卫支持的疫苗合作项目 COVAX提供给92个低收入国家合飞盟 在向国际社会提供疫苗方面 白宫正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 此前拜登政府已经宣布 向国际社会提供至少8000万剂疫苗 白宫上周宣布了首批2500万剂疫苗的分配方案 其中1900万提供给COVAX 另外600万则直接提供给美国的盟友 以及白宫认为有迫切需要的地区 如何解决当前全球面临的疫苗不平衡问题 预计将是会谈的焦点之一 目前美国和英国等国超过50%的民众 已经打了至少一剂疫苗 而在非洲这一比例还不到2%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